大家好 我是張順誠 那他今天也是球隊追分的工程之一 想先請你聊聊今天開節的狀況 你覺得怎麼樣 剛開始可能大家不適應高球 所以大家打個幫手幫腳 然後被對面打出一波高潮這樣 然後還有後來大家有進入狀況 那你覺得今天你能夠贏球的關鍵點是什麼 應該是防守吧 因為大家下半場對面的切入就幾乎都沒有用了 幾乎都是三分球得分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少做到讓人家沒辦法切入 那你給自己今天的表現打幾分 今天表現應該只有75吧 因為只有切入很多都沒有進 三分線也只有進一顆而已 好 謝謝張順誠 謝謝 好 現在我們採訪到基隆商工羅天津 羅教練 羅教練 羅教練你好 那想請問一下今天贏下新榮 這場算是蠻關鍵的戰役 你覺得球隊整體關鍵贏球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以前跟他打的話 可能贏他大概20分 所以球員心態上比較鬆懈 所以一開始的話讓他整個壓得大 那還好我們後面講說要從防守 一步慢慢來就好 那有在做防守的話可能就比較快一點 對 現在球隊張順誠能夠算是得分的一個發動機嗎 對 因為整個主軸大概都在他身上跟後衛群 那請問教練就是今天上下半場的防守 好像有一點強度有落差 那中間中場休息的時候 教練跟球員有說了什麼嗎 因為其實球員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有時候會懶惰 那是不斷跟他講說 你想打上來就是要守 你不守那你就在旁邊坐而已 對 那針對今天這場比賽的內容 有達到教練的預期嗎 嗯 是還勉強可以接受 對 所以覺得他們比較做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整個防守的輪轉跟呼應不夠 對 好 謝謝羅教練 跟 Huh- dio 在這場比賽 Before He verschiedene 阿姨 五天 teammate